最近真的太忙了 好多天都没更新视频 今天就给你们浅浅的分享一下 蛋月烧的饼皮配方 真的特别好吃 平常吃多了广式月饼的 可以试着尝试一下蛋月烧 才会给你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先鸡蛋加糖加转化糖浆 打至鸡蛋的颜色发白 如果没有转化糖浆 也可以用蜂蜜 主要就是为了更好的上色 如果没有厨师 就用家里的打蛋器 或者是手动打发 只要将颜色打白就行了 然后加低筋面粉 泡打粉 小苏打 奶粉 然后混合至没有干粉 手动拌匀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量做的比较多 手动的话会比较吃力 像如果你们自己家里做 量不需要这么多的话 材料可以减半 或者做到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都可以 面团混合好之后 就可以直接包了 这个不需要醒发或者松弛 我今天包的是100克冰冰 饼皮是70克 然后馅料30克 做了有红豆沙 凤梨 芋泥 馅料反正是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随意用 也可以用五人馅的 压磨成型之后放烤箱170度 然后17分钟左右 刚出炉会有一点裂痕 因为馅料含水量比较大 膨胀起来就会有裂缝 等到完全冷却了 收缩就看不出来裂痕 浓浓的鸡蛋香 真的很好吃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